会引起来 We can dream, we can fly 我相信谁都可以重促 现在不需要等待 short time 资格就无限精彩 Wanna see my way in the starlight 积极时刻到你一起来 开启多不现在 We gotta change the way Every day night 以无数可渺小的光彩 就能照亮不成未来 We gotta change the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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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play 变得数玫瑰 讓她们赞悲到 是醒来回才是最完美的机会 这次选择我们却可以 in the green moon 这次逐步 你把心态都无聊 光是绝对无数双要 并绝转业不照 担当理解在最终每个可惜 能够去呈现这么好的一个演出 谢谢老师们 谢谢大家 后面来到拜托的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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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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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自己创造并不断创新的 由你榜夺冠次数最多歌手记录 而周深另一首单曲《花开忘忧》 依旧在不断刷新再榜新记录 以再榜96周的成绩 不断创造着无人能及的 由你榜历史最久再榜歌曲 8日唐飘飘各位发博 今天是动画电影《大鱼海棠》 上映8周年 成文歌手周深为本片演唱的 《印象曲大鱼》 距离那场天海一色最初的相遇 一晃八年了 突然想到马上就是周深出道 十周年的日子了 周深的翅膀早已太辽阔 也飞出天际 今年的十周年巡演 就是倒流回最初的相遇 然后与生米一起 执子手捶散藏茫茫烟波 看天海一色听风起雨落 是不是有点情带着浪漫远航的意思 那就跟着周深的演唱会和歌声 去远航吧 所以米子们无论如何 都要抢到一场演唱会的票 我喜欢你 哇 哇 哇 噢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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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通 深遠所請求 見不通的海落 是淋愁 便有一方怎會 在西方 來來來 二十九號中的朋友點了一首首歌 聽到了 我願意留開手 你會在他身旁 看過周深現場的觀眾 無不被周深絕美的嗓音和頂級唱功折服 而且周深找到了奧運的音效團隊 頂級音響設備 無美也是業內頂尖團隊 絕對的視聽盛宴 仍然十年 周深從默默無聞到光芒閃耀 綻放自己的才能 不斷接近自己的夢想 來自歌迷們的支持與鼓勵 是他奮進路上的最好養料 7月13日 周深要回到家鄉看演唱會了 對他來說 這一定是一次特別有意義的巡演 作為貴州級歌手 周深對家鄉有著特殊的情感 他在演唱會上 特別表達了對家鄉人民的感激之情 並承諾會用更多的音樂作品 回饋家鄉 回饋歌迷 他的真摯情感感染了現場每一位觀眾 讓這場演唱會成為了一個 充滿愛與感恩的夜晚 此次貴陽演唱會 不僅是周深音樂之旅的一個里程碑 更是他未來音樂之路的新起點 周深表示 將繼續努力創作更多優秀的音樂作品 回饋歌迷和家鄉人民 並期待在未來的音樂道路上走得更遠更高 周深貴陽萬人演唱會 不僅是一場音樂盛宴 更是一次心靈的洗禮 他用音樂傳遞著愛與感恩的力量 讓我們感受到了家鄉情懷的溫暖與美好 相信他一定能在家鄉的舞台上 帶來一場精彩絕倫的表演 周深這次回家開演唱會 真的是一個大事件 不僅對他個人意義重大 對整個貴陽市來說也是一次文化盛世 我們一起期待7月13日的到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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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曲 李宗盛 看网友喊话周身上歌手 他自己会规划的 如果说他是想去 可能跟更多的一些老师 或者是前辈一起去交流 那可能OK 但是如果说他实在是 因为要忙训练的事情 我觉得就可以再看看 网友吧 可能有一点站在国家层面了 要守锅门 也不能说因为别人想让他去 他就想不想去也要去 还是要开心最重要 他既然叫我们少管他 那就 我们少管他 不重要 只要能唱他喜欢唱的歌 然后有喜欢他的人 听他的歌就好 没空忙成眼 还是开演唱会吧 他的实力并不需要去 通过上歌手这个节目 来进行证明 他的观众 是通过他的一个一个舞台 慢慢的积累过来的 不远之评 他自己吧 我尊重他 任何一个决定 只要他能够 完成自己的理想 追求自己的梦想就可以 推荐周身的一首歌 随风 编辑很深刻 魏京人 这篇的心智很特别 但是 我特别 最正确的首歌 这是我的 心疼狗版 最近的话最喜欢的《顺楼》 但过了今晚就不一样了 那就《顺楼》吧 这首歌我觉得 展现了他不一样的一点 然后他的整个概念 包括就是歌词还有那个MV 都很有看点 就是每一首歌都很好听 很难做取舍 但是我最近 最常听的就是他那个《顺楼》 我自己比较喜欢《顺楼》 首先我很醒 他的歌词 因为他跟《流浪地球》 《球2》的故事节目 他有一种故事 有助于一种不听的话 他的内容会更加故事 更加有故事 等于是那首歌 不仅仅展示出了 就是《终生本人》 声音的那种特质的 独特的魅力 而且也展现出 他的强魂当中 几乎他的特质物 我自己听了